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一次全球反恐精英的巅峰对决 这是一次世界特种兵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 2013年初春 在约旦阿卜杜拉二十国王特展训练中心 在这超强度超级线的第五届勇士竞赛队 每支参赛队都是国家荣誉高于脾气 谁将夺得最后的冠军呢 勇冠世界特种兵 中国武警急剑突突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 在当今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都在轻力打造国家级的反恐作战部队 由约旦军方和阿卜杜拉二十国王特战训练中心 联合创办的国际特种兵勇士竞赛 被誉为是至今世界上最最顶级的国际特种兵比赛 今年三月份中国派出了特警学院特战大队和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 参加在约旦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特种兵勇士竞赛 在约旦呢有来自18个国家32支代表队 所有的特战队员要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 接受14项科目的残酷挑战 那么在高手如云的约旦 年轻的中国特战队员们将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013年3月25日 约旦阿卜杜拉二十国王特战训练中心 以生生剧烈沉重的撞击铁门的身影 不仅撞击着比赛现场的每一个人的心 更让中国队战中领队合力 焦急不安 这让我揪心的话 特战大队的MOE叫突入方法这个坑 再撞不开的话 我们这支队伍就不要参加比赛 正在撞击铁门的是身着特种作战迷彩的 中国武警特警学院特种作战大队的官兵 咬了牙 即使这个手要断断了 也把这个没破开 然而 原本应该几下就被撞开的铁门 却没有被撞开 反正作战任务 特战队员们必须迅速破满 解救里面的人质 就是特别疯狂 人已经要发疯了一样 原来这是中国特战队员第二次参加世界勇士竞赛 这项正在进行的课目叫MOE 面对抢手如临的各国勇士 面对曾经较量过的世界上最精英的部队 特警学院代表队的全体队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还能打开这扇铁门吗 近三分钟过去了 撞击的声音还在持续 就像现场的裁判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准备把铁锤砸掉为难中国特战队员的门栓时 门终于被撞开了 我们五个人零六一共撞了57下 撞门冲开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他的插头插销 原来竞赛第一天中国派出的两支代表队中的雪豹突击队 一举包揽了当天五个刻目的全部金牌 由于中国雪豹突击队异常出色的表现 现场的裁判给中国特警学院的刻目设置增大了难度 以前都看过他那个插在铁矿里边那个木箱 它都是五合板 那种压缩的板只要一撞它就断开了 但是我们撞那个木棍断了之后 它是跟那个怎么说呢 就像我们那个柳木一样的 它的丝都拉得很深拉得很长 你想想木头多结实 第一天的比赛 他碰到了枪戒故障频发 设置条件不一 采判终裁不共 运气机遇不佳 特警学院虽然在各种不利因素都不期而遇的情况下 也排斥了总分第四名 我们学报图击队在五个项目中拿到五个第一 我们特警学院特任大队 第一天的排名是第四名 可以说从我们报道之日 一定刮在整个卡萨迪克上空 一定刮起了中国武警之分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就是所完成的每一项比赛 都变成同行和新闻媒体 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然而兄弟部队第一天取得的好成绩 给出师不利的中国特警学院队 往后几天的比赛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所有的人都没睡觉 都在翻来覆去的 确实压力特别特别大 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 由约旦军方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特战训练中心创办 旨在为各国反恐特战部队 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该中心由约旦和美国共同建造运营 2009年投入使用后 主要承担住中东美军和约旦特种部队的轮训 承担国际性和地区性特种兵比武 截至今年共举办了五届勇士竞赛 前四届冠军分别是 约旦 美国 奥地利和德国的代表队 整个竞赛科目设置 它是容 体能 技能 智能和心理意志为一体 注重的是速度 强度 精准度和灵活度 可以说竞赛内容 确定实战 竞赛云集世界反恐竞力 竞争非常激烈 受邀的18个国家军选派反恐精锐力量参加 约旦作为主办国选派了2009年第一届勇士竞赛冠军 情报总军代表队和黄霞卫队各种作战部队 治安部队等五个代表队参赛 目标直指冠军 美国所派出了包括2010年第二届勇士竞赛冠军海军陆战一队 在内的五支队伍参加 海军陆战一队足以媲美海军陆战六队 也就是海豹突击队的一支王牌队伍 加拿大特别行动团 瑞士西斯特种部队 法国总统卫队的也都是世界著名反恐精英队伍 里巴登黑豹突击队 阿勒斯坦总统卫队正是宝金战火魔力 特别是前一阵战斗小组 就五人特案小组 一个是团的意思 个体数字 整体数字 时间管理 协同作战和连续作战的能力 竞赛还吸引了世界顶级保安公司 如俄罗斯GBGS全球保镖服务公司 和美国ADS公司 他们的参赛队员都是反恐部队退役的老兵 实力也非常详细 每一支代表队在赛前都对往年的竞赛课目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训练 中国派出的两支禁律 在赛前也分别进行了集中训练 然而到了竞赛现场 各种新的贴近实战的课目 令所有国家的队员都感到耳目一新 和十分意外 在MOE课目比赛中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使特警学院五名队员双手的虎口 几乎全部被证明 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们要带伤参加后面三天的比赛 队员们知道 接二连三更艰巨的挑战 将摆在中国勇士们的面前 真是一个巷战 讲究人质的客户 我们用一个长短枪 攻跑四百米 进入一个楼房 用窗户打扶脚 刚刚把马 打完之后 找一个甲人 大概在一百八十米 然后把甲人扛着 大概五六百米的距离 把他跑回来 他们领队 有梁静英主问我 梁何物部长 你看还有什么说的吗 我当时说 我没有什么 你说两句吧 他当时就说两个字 使兵 特警学院队的队员们 在悲壮中 准备出场了 在整个竞赛过程中 他要求 我们的领队 教练 都不能全 都不能观摩 不能参与 我们只是眼巴巴的 各种队员 走到中央看场 此时 每名队员首支的 互相干狭杖 被裁判员分别 拌上了五种颜色的牺牲 队员们冲刺到400米开外的三层楼里 快速分点出同自己枪绳颜色 一致的四颗钢板板 所有队员都精准的机动目标 并以最快的速度 从一间小房内 寻找到90公斤重的负伤人质 抢救如此重的负伤人质 这对身高体重不占优势的 中国特警队员来说 又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队员们迅速把人质飞进 护送至安全地带 整个过程 五到四分钟 剑长的外国队员们 从没有见过中国队员 在死听后 所奉华出来的 惊人的速度 与力量 我们队员可以讲 以超水平的发挥 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课 在相战抢救人质课目中 中国特警学院队 夺得了第一个单向贵贯 中台指引官告诉我 不可思议 太快了 这第一个第一 令特警学院队的 无名参赛队员 激动不易 队员做简单调整的时候 都看着我 他多么看着我 一种期盼的目光 能说些什么 讲这句话 当时我也说不出来 我看他们眼泪 也在整个眼眶里打转 我也止不住的 流了眼泪 雪豹突击队 在进行向战 抢救人质课目 这个竞赛中 也出现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状况 刚一跳下来的时候 就脚后跟一下就 膝盖也没有打弯 就直接蹲下去了 就那一瞬间 整个左脚就麻了 脑子第一反应就是 坏了 我说现在还脚平了 竞赛中 队员驱和的脚踝 突然不来闪 这个完全非常好 最后完全下来以后 一看他脚 肿那么粗 整个一个鞋的 就涨起来了 非常对队员这种 往往就是 往往的精神 亲密的精神 然后感动 中国队员勇敢 完成了作风 并现场的所有人 都感到了敬佩 让其他参赛队 不要低乎了 中国军人的一种能力 不要低乎中国军人的一种自信 竞赛科目昼夜连续实施 队员们根本没有修正事件 巷站搜索射击 要求三名队员 在300米长的巷道内 交替掩护 连续对路口 墙角 窗口出现的24个目标 实施快速搜索射击 特种作战科目 要求五名队员 攀上2米高墙 通过宽20厘米 长15米的墙顶 利用梯子爬上房顶 通过宽30厘米 长2米的木桥 利用线弹枪扑门后 搜索射击 消灭恐怖分子后 缓回终点 整个过程 无异于实战 就是你在这种 特殊的环境下 你能不能快速 做出反应 人质即使在恐怖分子面前 在他前面 你们能不能准确的判断 一枪击毙恐怖分子 这个我感觉 对我们是一种 极大的断念 我们队员到那里 就是生活饮食习惯不不习惯 我们有时候 就吃方便和榨菜 人说真话 体力消耗很大 能量补充很难即使 竞赛进入了第四天 各国反恐精英们 也都拼红了眼 其中国王的挑战竞赛 科目最引人注目 各种精英们一致认为 只有强中之强 才能获胜 国王挑战这个科目呢 是阿博多拉二世 就约战国王阿博多拉二世 亲定的科目 而且也是传统的科目 第三呢 也是他亲自设计的科目 国王的挑战要求五名队员携带两支步枪 一支狙击步枪 还有两支手枪 在拖度10到75度的山路上 分析10公里 一支狙击步枪有15坚重 还要爬坡 有些地方甚至是手脚并用 在这个过程中 还要使用不同的枪种 完成对24个目标的快速射击任务 我们就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决心 必须拿第一 约旦派出五支代表队 四多这枚金牌 约旦的一个指挥官告诉我 我可以不要所有的奖牌 不要所有的奖杯 但国王挑战这枚奖杯 我一定要得到 开跑之前那种感觉就是 好像就是 怎么感觉 好像那种不老是父子的那种感觉 就像上了干场 真正要是 说不定我就牺牲那种感觉 在此期间要完成 我们所有的要完成 不同距离 不同的武器 对24个目标的设计 竞赛开始后 被编程小组的所有国家代表队 在现场裁判的安排下 每隔一分钟一次出场 当地的主裁就说 你们隔四分钟吧 你们中国人跑得太快了 隔四分钟之后你们再跑 面对再次出现的不利情况 中国特警学院队的队员们 在三个近70度的坡前 与各国代表队展开的激烈角度 也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结果在第一个地方 三公里的地方 我们超过了追上了美国队 美国是提前我们三个队放的 四分钟再加中间的两分钟六分钟 我们在第一个三公里就追上他们 三公里后特警学院队员李正金 取下狙击补枪瞄准目标 由于超级线的体能要求 而导致参赛队员的气喘心跳 使得射击时很难瞄准远处的目标 稍微调整呼吸后 对400至600米距离上的两个人形半身钢板板 扣动了板击 更可怕的是你打不上目标 还要面临着处罚 还要面临着罚跑 然而李正金却出现了接连两发跑弹 李正金只好接受加跑两个往返80米的惩罚 强强队局进行进步 中国的两个代表队渐渐都抽到了前方 但是超级的体力消耗 并不容的体能和意志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内骨这里和腹部的力量 总是在那里磨刷 大家在这个地方都很疼 本来说下坡的很轻松了 不是像上坡那种难 脚放开步子 然后就是把步子放大一点 然后速度变快一点 但是实在是迈不开 因为每一步 你的脚每抬起一下 落到最少那一次创击 然后你这里内骨这里都非常的刺痛 在爬八公里后的一个抖托时 几乎所有的队员都处于急经崩溃的状态 就迈大腿已经僵了 根本抬不动 我们就一起喊 我喊雪豹出一队必胜 当我喊到这个时候 我感觉那个时候 身上又有多数的一股力量 就是这一股症 让我坚持到最后 两个 就在即将完成任务的最后几分钟内 一支领先的特警学院 不遭遇到最严峻的挑战 周长帅突然胃部筋卵 当街前终点时 贵员 隐区同 有呼吸补枪 对250米距离上的钢板板进行高腹脚射击后 剩下的重任落到了一支胃痛筋软的周长帅身上 他左右各握一支不忘轻定的手枪 和陆克克倒下的直径不到20厘米的钢板头把进行设计 六分枪响 目标全部被记录 中国代表队的队员们在战场上 相互帮助 没有一个人用身体的不是 而放弃比赛 他们在赛场上 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 通过比赛 我们特警学院特战大队 以44分40秒的成绩 领先约旦 最快的一支代表队 皇家卫队 近五分钟 五分钟怎么改变 中国参赛队员们 牢记总部首长们的尊尊主持 心怀为主国而战 为荣誉而拼的必胜信念 经过四天的团结拼搏 雪豹突击队代表队 取得了武装越野 步枪进步射击 扫塔接力射击 突入方法 越上射击五个第一名 国王的挑战 各种作战两个第二名 几舱突入第三名 团体总分第一名 特警学院特战大队代表队 取得了国王的挑战 讲究人质 正速转换射击 手枪快速射击四个第一名 古装越野 越仗射击两个第二名 导塔接力射击第三名 团体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我们的衣服上 也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面这个先锋的国旗 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要捍卫这个祖国的荣誉 下边是我们一个 夺战队的一个队标 也就是好像我们真正实实的 都能队员 才能拖就是 做好一名队员 拖起这面国旗 在所有竞赛课目中 中国的队员们 也自始至终 没有见到其他国家的队员 丢下或抛弃过任何 任由自己国家标志的东西 因为在这国际反恐精英的竞赛场上 大家更是把国家的荣誉 看得更重 在赛场上 所有国家的队员们 都咬紧牙关 顽强拼搏 各个都胸怀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要为自己祖国的荣誉 战斗到底 3月25日至28日 中国的两支代表队 以过硬的素质 优良的作风 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赢得了国外同行 和众多媒体的赞誉和尊重 在国际演兵场上 树立了武警固定的良好形象 约旦阿卜杜拉二次国王 委托其办公室主任 单独向中国武警 全体三彩队员 颁发了国王军刀 国王军刀虽然小 但是呢 他是国王 就是约旦的国礼 他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2013年3月28日 第五届国际特种兵 勇士竞赛方向一事 在阿卜杜拉二次国王 特战训练中心 进行 当我们七个人 站在领奖台上 把五星空击展开的时候 我们代表的 不仅仅是武警部队 更代表的是 十三亿中国人民 我们是最棒的 我们是一流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赢得了 国际赛场的尊重 我为自己是中国特种兵 而感到骄傲 4月8日下午 五星部队在北京 隆重召开 表彰大会 为十四名立刻群雄 为祖国和军队 争得荣誉的勇士们 分辨荣记 一二三当功 走下领奖台 一切从头来 第五届国际特种兵 勇士竞赛虽然结束了 但是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 年轻的中国特战队员们 用自己顽强的战斗作风 过硬的军事素质 不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也赢得了国外同行的赞誉和尊重 走下领奖台 一切从头来 这质朴的话语 表达出了 刚刚在语而归的 年轻特战队员们的心声 我们相信 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全体武警官兵一定会不如使命 再造辉煌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士兵 就是让他们感受到 他们失去的儿子 现在又回来了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走到一起 破碎的家庭 能否找回网络的亲情 有了他以后呢 我们这个开朗的云年 也复苏的 平凡的士兵 能否唤醒绝望的老人 基层技士 我来咱家当儿子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